字幕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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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Hello 我是Amy 我們是Amya Nomi 今天要講一個很多很多人需要知道的事情 要怎麼樣跟日本人用LINE 聊天 要怎麼樣用LINE追人 聊人 Yeah 我要先跟大家解釋喔 因為台灣有個叫曖昧期 但其實我覺得日本人 台灣的曖昧就是 我可能跟你真的有什麼 因為日本人常常保持在一個 不知道有沒有的地方 對 台灣的曖昧期其實就是 就是你已經有交往的把握 然後你叫那之前叫做曖昧期 比較不會沒有什麼都沒有 對 因為日本人就是 他們有個詞叫做 拉鋸戰 拉扯戰 他們就是還蠻愛 在談戀愛之前 其實也不一定要跟這個人談戀愛都是 就是一直在那邊拉來拉去 拉來拉去 然後 對 想要看說誰比較 站得上風 日本它搭訕叫南巴 可是它追的話就是 有個叫做 アプローチをかける アプローチする アプローチ アプローチ就是接近嘛 想要接近你 想要接近你 但是這跟想要追你又是不太一樣 台灣人的追就真的好無聊 對 我也想要你當我女朋友為欠 你知道我沒有名獎 可是就是被追或追這樣 可能女生還會跟男生說 啊 你要追我嗎 可是如果你跟日本人說 我來阿プローチ 可能會嚇死 或想說這女的 這女的怎麼這麼的不適項 這種東西不可以把它說出來的 不能名獎 台灣的戀愛文化是比較直接的 他做的這件事情就會讓你知道說 他在追你 對 可是日本就算非常非常有暗示性的東西 他都還是可以跟你說 啊 你是朋友啊 我只是關心你 你不能直接說 你有男朋友嗎 真的很麻煩 對 就不能講 你不能直接就是死穴 直接你就陣亡了 在日本 你是要說一個非常非常非常迂迴的人 迂迴才是王道 所以你想要知道這個女生 有沒有男朋友的話 你就說 啊 你怎麼都跟男人有比較壞喔 所以他有的時候我就會說 啊 男朋友就不可以結婚 沒有的時候會說 沒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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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如果女生自己也是想要告訴你說 他是有可能的 他就要回你 那男生也是一樣的 這個也很麻煩啊 因為他可能說 不用嘛 你呢 你就不知道說他到底是 要還是不要 而且這世界上 不知道為什麼有人就是不講 對啊 他明明有 但不講 很多啊 對 對 適當的稱讚他的每一個方面 不只要稱讚他的外表 你還要稱讚他的內在 稱讚的手法也不能夠 你說 啊 你怎麼那麼可愛 你怎麼這麼正 不能這麼直接 你怎麼這麼高 怎麼身體那麼好 就很無聊 沒有人會因為這樣被你撩到 稱讚的方法 真的要提醒我說 比如說你可以使用 是說 這好有趣 好犯規喔 好犯規喔 他就好像在罵你說 哇 你這麼正 工作能力又那麼強 怎麼這麼犯規 對 就是有一種 嗯 被稱讚道理感 對 我覺得也是蠻厲害 就是說 對 順便帶點完全 就是 啊我的髮色 很正的耶 就是就發現 只要你以後 一換髮色 所有的粉絲 就來跟你說 要好好保護他 其實不太需要 因為我髮頭髮很強不住 最重要一點 今天最主要就是要告訴他這件 就是 不要已讀不回 或 未讀也可以 不要描迴 聊一聊 聊一聊 就已讀不回 對會突然斷 對會突然斷 而且有時候會斷在奇怪的地方 可是 這是有目的的 就是今天假如說 一個人一直來 一直來 你就只是會覺得 喔所以他大概都有意思吧 你就沒有時間去想 對不對 可是當 有人 已讀不回我的時候 第一個會做的事是什麼 就是 回看 喔 對 看之前的 對然後回看 這個人的存在 在你的心中 就會忽然變得有點淡 但是你還是會有 在等待的時候 有一種 心交的感覺 然後你有心交的感覺 你就會覺得說 蛤那我是不是喜歡他 所以我真的建議大家 一定要 試著做這件事情 就是你不要 不要總是 被他拉著 跑 我後來有查到一個 他跟一千個人約會 一千以上的 他寫的那個文章很有趣 所以我到時候會放在留言子 他告訴廣大男性的一個最重要的訊息 就是有三個 第一個 絕對不要鼻很緊 嗯 鼻很緊 第二個 一定要讓人家好回 第三個 不要一頭熱 真的是 真的是 就是 雖然說真的男生反 但是我覺得 女生也是 對 但因為你怎樣有女生反 我不知道女生啦 因為我自己不是那種 一頭熱的人啊 所以我也不知道 其他人會不會一頭熱啦 但是我覺得男生 我真的遇到過很多人是那種 你才跟他出去過一次 或你才跟他交換LINE 然後他就逼得很緊 喔很多啊 我遇過 結果我咪咪就已經跟他說 我今天沒空 我就是不太想跟他出去 然後我就說 我今天晚上要跟我媽聊天之類的 然後結果他還問說 下午又要出來 然後我就想說 我剛剛不是說了嗎 我剛剛不是說我要跟我媽聊天嗎 是要在聽我說話嗎 逼很緊 真的絕對不可能追到任何一個女生 而且只會讓他覺得你很煩的 對 然後好就算你追到 那那個人一定很desperate 那你也會嚇死 對 據理解說怎麼樣才不要逼很緊呢 首先 你回來的長度 跟你回來的間隔 完全配合對方 對這真的很實用 這超級實用的 今天如果一個女生愛回愛回 那你剛剛聊很好 很好 ok 有些時候人家 特別是我剛剛就講了 在日本人的戀愛法則裡面 你要演出 你好像很受歡迎那樣子 所以你絕對不能就是 什麼時候都找得到 對 什麼時候都找得到的人 怎麼可能受歡迎 真正在戀愛市場中 她是福利的女生的話 她的那個對象是非常非常多的 她的處理不來好不好 所以你如果在裡面一直 一直不停逼她 這個人先拉黑 對不對 現在還有人說要講時間帶 就是你要去抓一個 她是不是比較好回的時間帶 什麼上半時間不可以啊 什麼什麼的 可是我覺得這個 對不一定 所以其實最主要最基本的就是 她怎麼回妳就怎麼回她 還有就是長度 長度真的很重要 就是她只回妳三句 你回她十句 不是很可怕嗎 因為當然你這種東西是 你要等她讀了 然後再等她回對不對 那你如果一次回她十句 就變成說 她往前回 對 那這樣她怎麼回妳 這是不是又很難 她就會懶得回 然後如果你寫太長也是 你寫太長的話 長出來 然後裡面有很多主題的話 她就只算回最下面那個 可是你如果回三條 她就可以一個一個去回妳 對因為我覺得她真的很好試 即使女生其實每個人的習慣也不太一樣 就是有的人其實 有人很愛聊 有人不愛聊 然後有的她可能就是 本來就不太喜歡用這個去溝通 沒錯 所以就配合她比較好 有一些女生是真的很不喜歡用這個 對 你要善用問具 而且這個問具還不是說 欸你很喜歡這什麼 那你喜歡臉色 那你平常去進去什麼 不會好多喔 對 不行你的 你可能就說 欸今天NG不錯啊 第三個就是說 欸那你最近有在看什麼漫畫嗎 雖然是一個很無聊的問題也沒關係 但是你要讓她可以回妳 因為你如果只說 你我很喜歡看電影劇員 蠻美的 然後就想說 啊是喔 我怎麼不知道 如果沒看的話就會想說 這什麼啊 這個東西我常用 就是 要叫人家名字 對 先問問你好了 那你喜歡吃什麼啊 就是一個無味乾燥的 對這樣 如果是男生 那你們還沒有很熟 那你就會是男天男的歌 姓士加歌 對 對 女生的話可能就男人 對男生 你被叫名 被點名的時候就會有一種 啊要趕快回他 其實我覺得他們真的比較習慣 加名字 加名字好 在句子裡 加名字很好 那我即使到現在就是 跟一些男生朋友聊天 他們還是會直接 阿米阿米 對 阿米阿米 阿米最近怎麼樣 阿米どうしてる 對 對 人してる好多了 嗯嗯嗯 都其實有一種 罐頭感 對啊 加一個名字才會有一種 我是在跟你說話的感覺 對 對 因為台灣人好像很愛問在幹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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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反正想說好像沒有 但我打電話回家 都會先問說你在幹嘛 可是那是因為這是家人 對台灣人說男女生 你在幹嘛的話大概我在想你 喔真的嗎 對 雪說的 真的嗎 真的我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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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我問我媽你在幹嘛我沒有在想什麼 你媽不算啦 但是台灣的男女朋友是這樣的 喔真的喔 對 可是日本人不行欸 日本人不能 不太能問什麼 比如說今天有人問我 什麼 假如我真的在做一件事的話 那我急著返回 你們在做什麼事啊 然後你一直說你想要跟我聊天嗎 可是你這樣的話我會很不想跟你聊天欸 所以就是我必須告訴大家 就是盡量不要跟日本人問什麼 真的 啊這個順便講一下 而且不要順便打電話喔 嗯 順便打電話是一個非常細的事情 你可以直接說 啊這樣那是怎樣直接電話時的意思 嗯 電話一定要先約 雖然很麻煩 但是對他們來說 他自己在一個自己的空間裡面的時候 你忽然這樣子 大褲踹進來 是一個非常非常失禮 然後很令人不爽的事情 而且其實我也很討厭 所以 我也是 對 而且就是你真的是會被中斷 就會覺得很不舒服 然後女生的話呢 這幾招我都覺得還不錯的 第一個 如果你真的要以毒 以毒不回的話 裝作你睡了 嗯 嗯 那你其實沒睡沒關係 那就先停過 讓對方有個雲韻 然後隔天 或者是隔兩天 再隨便 再隨意的開啟口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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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